願不願意嫁給我 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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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我想你 想你 想你 在某一天你一定會出現 相遇的那條街 就算突然狂風暴雨黑夜 雨傘在你身邊 請伸出你的手給我 讓我靜靜的把握 就抓住我的手走過 任何多秘密的路口 你願不願意嫁給我 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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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今兒幾個說說 她一個小寡婦跟你爸素不相識 你爸呀 先是把她調進川江洗碗 接著又調去打河 這下班了還手把手地交除 你們今兒四個學做菜的時候 你爸也沒這麼耐心調教我呀 小姨 你別著急 等爸回來問問她 她不是還沒有承認嗎 就是呀 您也知道我爸就是個熱心腸 說不定他只是給人家幫個忙呢 你爸是熱心腸 可那個黃牡丹 你們可不知道呢 她又幫你爸洗衣服又是按摩的 你說哪個男人能禁得住這樣啊 就連她那住房都是你爸給找的 這這不是明擺著嗎 你爸為了這黃牡丹 他把我 我都說不出口 行行行行 小姨小姨來來吃個瓶 我消消氣 吃吃吃吃 這事啊 你們今兒幾個也知道了 你們都表個態吧 你們對這事的看法 小姨啊 小姨啊 在我心裏 你就像我親媽一樣 不支持你支持誰啊 嗯 這事我肯定問清楚 小姨 這麼多年 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 都放在心裏呢 你就放心吧 就是啊 這麼些年了 我們都被您照顧慣了 換了別人啊 我們還真不習慣 是吧 有你們幾個這幾句話 這小姨這氣啊 就消了一半了 老二 他們仨都表態了 就你沒表態 你是不是對小姨 剛才說的這些話 有點意見啊 我哪有這個意思呀 那你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得尊重我爸的意見 我覺得 您看爸這脾氣是吧 不是說誰支持 或者是誰 行了行了行了 老二你別給我這兒繞了 我知道 你不支持小姨 有他們仨我也就夠了 小姨 我從來都沒反對 您跟爸在一起 從來沒有過 我現在說的不是 我跟你爸的事 我是說 你爸跟這黃牡丹 他們倆這 這讓人指指點點的 你說 你說咱家這臉 往哪兒放呢 別別著急別著急 不至於吧小姨 你 散了散了散了 咱就一起問爸 知道嗎 爸 您回來了 回來了 您快請坐快請坐 怎麼這今兒又是這麼齊齊整整的 怎麼著 你們倆哪家又出事了 爸 小姨說他不想在川江上班了 他沒跟你們說他在川江幹那點事了 他還好意思在那兒待著呀 小姨說了 你在川江有個相好的 叫黃牡丹 你是不是因為他把小姨趕走的 這你小姨說的 不是 爸 您別聽老四瞎說 我們其實就是關心一下您 爸爸 你到底是不是跟那個黃牡丹 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了又怎麼了 不是當然最好了 沒有的話 你去跟小姨解釋清楚嘛 誤會就解除了 對 對 我看反正這事爸 您好像真的不能就這樣蒙混過關了 而且我看今天小姨這架勢啊 像是來真的 爸爸 您這行情也太好了 你哪裡是黃昏戀嘛 你根本就是黃昏三角戀 閒的是吧 都閒的 自個兒的事都沒履順呢 抓住我這點事是吧 你那個黃昏那事怎麼樣了 還有你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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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事 搞定了沒有 你們電視台不忙啊 老大 兒子作業做完了嗎 做 明天開不開家長會啊 你說你這大姐 像個大姐的樣子嗎 跟著他們瞎掺和什麼呀你 我今兒把話跟你們說了啊 都聽好了 那黃牡丹 是你爸的同事 我們的關係是堂堂正正 清清白白的 別跟著你們小姨瞎掺和 瞎攪和 要再這樣 我可生氣了啊 我可真生氣了啊 我沒有說話 這得也沒說呀 咱接下來該怎麼辦啊 二姐 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這還沒說話呢 都遭鼠落 我說話還能怎麼樣啊 那怎麼辦啊 這真的 什麼怎麼辦呀 上一代人的事讓上一代人自己去解決 你們瞎掺和什麼呀 我去看看爸去 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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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跳你幹嗎呀 爸 道理您比我懂得多 您要做什麼決定想跟誰過之後他對您好 我沒意見 沒意見 沒有的事啊 我告訴您啊 我跟她呀是在菜市場認識的 我一看她喜歡看武俠小說 我想碰見武俠迷了 她就話就多了點了唄 有的時候就聊聊天 後來我聽說啊 她的老公是一礦工 礦難的時候啊去世 自個兒呢 帶著一個多病的婆婆 我覺得這種人過日子挺不容易的 我就給她招的川江來了 那平時照顧照顧她 得罪你小姨了這下就 爸 人生難得幾個知己啊 對吧 您看我跟杜思源 我們兩個人當初也是愛得轟轟烈烈的 死去活來的 結婚的時候您還說我們是金童玉女呢 可是後來呢一處接一處的事 現在弄了我多點看不清她 所以啊既然黃牡丹跟您那麼談得來 而且她也沒有說不做回應是吧 那為什麼你們兩個都不能試試看呢 我告訴你啊 我根本就沒往這兒想過 我的心早跟著你媽走了 你們都是大人了現在 應該能看得明白是不是 我對你媽的感情就是我這心裡 還能放下什麼人呢 再說了你說我這麼大歲數 不定哪天就見你媽去了 我招惹人家幹嘛呀 我就覺得你小姨這樣對人家她 咱有點對不起人家你知道嗎 爸您說您把我們姐妹四個養大是吧 我們現在也都出去了 好飯不怕碗 只要您做決定 不管是誰啊 我給舉雙手贊同 不雙手 你啊 先把你自個兒的事捋順了吧 怎麼著 我聽說杜思遠 借給了杜杜媽媽一筆錢 有這事嗎 你說他們把這廚房造得亂七八糟 不知道這廚房是我爸的戰場嗎 一說你的事你就往一邊扯了是吧 閨女 有什麼不痛快的就跟爸爸說說 爸 我是您閨女 只有您痛快了我才痛快 我幫您幹活 我幫您幹活 好 杜思遠 你說話算不算話呀 那我去沙發上去 喂喂喂 老婆老婆求你了求你了 沙發呀這太軟了睡久了對腰不好 看我都工作一天這麼累了 我就在這兒睡覺我什麼都不幹 你這話都騙了我多少次了 那個時候是乾柴烈火 現在搶路之末了 累死我了不行了 睡覺了睡覺了睡覺了 楚河漢劍 其實我覺得吧 其實我覺得吧 我現在是乾柴烈火 停停 怎麼了 我來事了 真的 好 睡覺睡覺睡覺了 睡覺啊 出國漢劍 出國漢劍啊出國漢劍啊 出國漢劍啊出國漢劍 睡覺睡覺睡覺 我騙你的 那你還不早說 我騙你了 可惜了 小佳子 姐您可來了 大夥都到了就在包廂裡 都細緣到了嗎 早到了今天不是她給您慶祝嗎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我去了 我来啦 我来啦 新闻 新闻 董思源 你送的花是越来越low了 大姐啊 怪不得 十一只一生一世长长久久送给你 挺好 挺好 爸 还有这个呢 您可真逗 您也跟着透热闹 这不是给你来一个什么惊喜吗 这不是 来来来 都啰嗦啰嗦 坐下 这个没用了 好 放下 今儿个咱们家聚会啊 是为了你那个电视节目 好 怎么着 收视率 收视率 收视率越来越高 那咱们就举杯吧 来 举杯 举杯都举杯 杜思源 你 你不说两句啊 老婆真美丽 老婆真为大 好 举杯 来 叫什么 收视长虹 对对对 来 来 收视长虹 好 来 来赶紧吃菜 先吃凉菜啊 先吃凉菜啊 我见个待会儿吧 好啊 对对对 是我是我 先吃凉菜 先吃凉菜啊 热菜马上就上来了 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 伤眼睛啊 先生您好 我是年同宿地 这是您的包裹 好 好 谢谢 这儿吃吧 嗯 好 谢谢 这是给你吃吧 这是给你吃吧 嗯 好的 好 先生 请问您是 现金还是刷卡呢 我刷卡 刷卡 刷卡好 请刷的 好 谢谢 先生 您的卡用不了 怎么可能 没关系 你有没有微信支付 可以 好的好的 算了算了 我这个微信也是绑了 这杆卡 还是现金吧 好 什么 不是 那我的股票呢 好好好 我 我看一下 来 上周全球股市遭血洗 从新兴国家到欧洲市场全线下跌 美股更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五 遭受了三年以来的最差单周表现 受此影响我们看到今天亚洲市场开盘也是一路下跌 悲观的情绪可以说是渲染了整个A股市场 好 可以不离婚 但我先提几个条件 第一 以后我无论在外面做什么 你都不能管 不能干涉 第二 我们两个的事 就是我们两个的事 和外人没有关系 别动不动跑娘家去告状 第三 别动不动给小军灌输 爸爸不好的观念 我最恨这一点 这的精度 差一点 我只有一张 你都不能出阻你 我不是闭着 我老婆 你不是老婆 那把真正好 的人 你不能把一个保抑 那把一定费起来 那和你们更加,那感觉 是吗 是吗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程 你好了就出来吃饭了 来了 喂 照片看了吗 你们太过分了 黄厂长 几张个人写真而已 不要那么紧张 你要感兴趣的话 我这还有很多 你说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照片已经提了 就看黄厂长接不接受了 这非规合同是犯法的 对 法律讲究正常 我们手里这些照片多好的证据啊 等等等等 让我再考虑考虑 这事没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别的事啊 你就不要考虑了 广告的事 你赶紧解决吧 好 我再想想办法 公好嘉宾 公好嘉宾 看 跟他起来 你看 有一个咸智老婆就是好的 放心 胡给我聊聊聊 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不会做饭 怎么办呢 满选嘛 有你爸这么好的厨师 对吧 谁啊 看看 上来 您好 我是圆通宿地的 请问是杜苏演家吗 是 麻烦您帮忙签个名 好 您的快递 谢谢 怎么没睡好啊 你吃这一道 晓风 回头呢 你替我跟权维说个事啊 你自己的事我不管 你去说呗 这是我说不合适 什么事啊 我有一个那个合作方啊 是做原材料加工的 他想请权维做一次商业活动 商业 有钱吗 有啊 还挺多的呢 那是好事 你直接跟他讲啊 你跟他讲没事 还是你跟他说 当大姐的他听你话 好 你交给我 好 看你这厂长当的比副厂长还操心 是 你多吃点 尊敬的杜杜家长 为了不影响杜杜同学的学习生活 我请你与千人类狡奇杜杜同学 本学期的学会 尊敬的杜杜家长 我有一个问题想采访你一下 杜杜的学会不是一直都是从卡上拨出去的吗 为什么会欠惠呢 因为我上个月信用卡没有还款 所以我的卡被停了 那什么 你等等啊 怎么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严重啊 是啊 之前不是把钱借得度约了吗 股市又 又天天跌停 我这股市跌我是知道 不过你不是说 那些股票都是放长线吗 是早有一天都会回来的 目前这个状况怎么可能赚得回来呢 天天跌停 我就是想卖 我卖给谁去 所以现在手头 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我们不会破产吧 不过这点你放心啊 破产不至于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自然能够缓过来 只是现在什么事都赶到一块了 这 杜杜的学费可能要拖一拖 还有一件事 咱爸有一笔钱 放在我家让我打理 也在里面 我爸 我爸的钱你也敢动 不是 那可 那可是我爸腰箱底的钱 他非让我帮他打理他 那怎么办啊 喂 姐 二妹啊 你姐夫有一个事 他们厂里的事 想找你帮个忙 说是一个什么 代言 商人 商业的一个什么 我说不清楚 你等一下我让你姐夫亲自跟你讲 你不不 你跟他说一句 你不 你跟他讲没事 你去 去 全非啊 我是大姐夫 这算是 我有个客户呢 是做原材料加工的 想请你 专门请你啊 给他出席一个活动 就一个商业演出 这有钱呢 对 有钱 有钱 给钱 价格好商量 就几分钟的事 没多长时间 他双赢吧 不是 这事 我得跟台里说 台里估计不让 你就跟领导讲 这是咱们自己家人的事 对对对 你就跟他好好商量 站不了多好时间 姐 这样那个 我现在忙着呢 我 我玩会给你打好吗 拜拜 而且呢 就是咱们这个 怎么了 夸了 这可怎么办 不会吧 可能断了 老婆 你别担心了 这事呢 都愿我 让咱们家 经受了这场 经济危机 你放心 我一定可以搞定这件事 好大的口气 你一个人能行吗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就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 我就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 可是现在怎么办 杜杜的学费得交啊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能想出办法 刚才我姐跟我说 有一个什么商演站站台 好像给的钱还不少呢 要么我背着台里去 然后可以 把杜杜的学费搞定 是吧 不行 这怎么行呢 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行了 行了 这事挺我的 你赶紧吃饭吧 你赶紧吃饭吧 吃完饭去上班了 这地都太滑 擦擦啊 擦擦听听了没有 小心点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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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小心滑啊 叔 您来 什么事啊 你这臭眉苦脸的 还那么神的 帮我弄这儿来 叔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说 我琢磨着 咱们店里能不能卖早点啊 好名的卖什么早点啊 那可是个累活 咱用不着吧 您不知道 咱们店面上没钱了 我得想法儿挣起来 怎么会没钱了呢 这每天上课满满的 翻台好几回呢 叔 都是那股票给闹的 我见前一阵子 股市行情挺好的 我就进去了 这不好买进去 就被套牢了 现在 手头上真的没钱 你的钱都进了股市了 那我的钱也进了股市了呀 您的钱也在股市里呀 前段时间 我把我这钱 都交给你二姐夫了 他帮我理财买了股票 说是稳赚不赔的 怎么可能稳赚不赔 您不知道吧 现在这股票跌的 都不成样子了 要不您这样 您打电话问一下二姐夫 要股票这钱没事 能不能给他套出来 先借我拿到店里周转的钱 你是真没钱了 我是真的没钱了 叔 您不知道要再没有这钱 咱们店没准就得关门了 这么严重啊 是 是 你就是股市真的不好现在 真的不好 行 那我问问他 一定会 我让他把钱给拿出来 来 谢谢光临 请慢走 欢迎光临 请问喝点什么 我 我想请问你们这 对不起 可以麻烦你大声一点吗 你们招品鉴师吗 品鉴师 我们这儿连服务员都不招 只招保安 哦 因为我我看见这儿说 你们招品鉴师所以 哦 这是我的简历 如果你们招品鉴师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嗯 好的 好的 有合适的我会联系你的 服务员也行 谢谢啊 请慢走 我爸的舒服请你做安品鉴师 上车 好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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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你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我到我闺女这儿来 我还要提前预约吗 不是 我可以借您去啊 不用 你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我家里太乱了 我收拾家户呢 收拾家户有什么呀 让我进来看看 爸 这要准备搬家呀 不是 就是 东西太多了 不想要了 我就跪着跪着 我不看你秘密 我告诉你啊 有些东西你看着现在不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需要它了 破家吃万贯都留着啊 留着 放着也是放着 家里都摆不下了 男的还用面膜呢 杜斯远的呀 我这辈子从来都没用过这玩意儿 您要要您拿走 反正它也不用 它不用啊 那搁这儿干嘛 我拿回去 对了 闺女啊 我最近这个看电视啊报纸啊 都说这股市有点暴跌 我有点着急 我让杜斯远给我打理那只股票 行情怎么样啊 涨了还是跌了呀 挺好的呀 在杜斯远的朋友那儿放着呢 放着呢 那什么意思放着呢 放 你跟着来干嘛呀 本区居民疑似失踪 虽然没有人报案 但是我作为一个骗警 我来这儿也是我的执责呀 没人报案 你跟着来干嘛呢 您显得在这儿看我笑话呢 亲爱 我觉得你以前挺聪明的 你怎么现在认识这周翔 怎么智商就变成零了呢 你说你没事 你到人家门口敲人家门 你干嘛呀 人家要失踪也就罢了 人家要故意躲你怎么办 他怎么会躲我呢 躲你你敲的门也没用 你别废话啊 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说不定他真有什么事呢 我过来看看人家怎么办 行 行 行 下周就刑警队考试 你别把这事都忘脑后了行不行 行 我知道了 这事我能忘了吗 好吧 那如果他要是失踪的话 你准备怎么调查 你看 周翔呀 每两天都会过来放一次狗粮 不过按照这次剩余的狗粮 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在走之前 特意来放一次 还有啊 你看这儿 人际稀少的 对吧 也没有什么保洁啊 邻居啊 爸 说到这儿我还真给您说道说道 这股市太奇怪了 您知道吗 杜思远那些股票啊 全都赔了 都跌了 你瞧瞧 您那个非但没跌还涨了 涨了还 可不吗 他那朋友就说呀 这股票一定要长期持有 放长线知道吗 越来越好以后涨得越多 您发财了 真的涨了 你瞧瞧 真是有意思 我觉得呀 这股市这些事啊 我慢慢弄明白了 不能藏在里头待着 待时间长了 说不定又跌了 您把我那钱啊 从股市里面都算 都给我取出来 别爸 人家专家都说要您长期持有了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我不是不放心 你听我说 我是有急用 什么急用啊 小夏 听人家劝说 股票炒股啊挣钱哪 把他自个儿那点钱 全给弄到股市去 现在好 跌了套牢了 我们川江人家现在流动资金 周转资金都没有了 你说不能让店关了门吧 对不对 我说我把我股市的钱取出来 先用量 您要借钱啊 算是借钱吧 不是 要挺好的 干嘛拿出来啊 我是川江人家的老人 我不能看着这店 疯了火 是不是 那我是觉得吧 对你然后对钱啊 别瞎借 没事的 知根知底的 他能不给我还吗 这是那个小夏的卡号 你取出了钱 就直接给他打你就行了啊 那这个我带走了啊 我呀 没事晚上我也贴贴 爸那我不送您了 不用了 你干嘛呀 这个周翔就是不靠谱啊 说不准哪天在河边 就看到一个尸体什么呢 找纵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 他家不是有只狗吗 对不对 如果他狗在的话 就说明他没有走远 也没有走太久 现在他肯定是被狗带走了吧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还用着你说吗 不过我还有一个线索 还有辆车 据我的分析 他的车应该就停在这个区域 你看 这是轮胎印子 和他的轮胎品牌完全一致 这就说明他的车就停在这儿 凭这些轮胎的印记上来看 没有过倒车呀 调整位置的痕迹 说不定他是开车去外地了 过两天就回来了呢 可以呀 没有被我绕进去啊 行啊 恭喜你劝爱 你没有因为单恋 而丧失了工作的技能 别烦啊 真讨厌 你瞧你 你站着干嘛呢 跟个雕塑似的拿来饭盒 你管不着吗 我给他煲的汤 人家都不在你煲什么汤啊 给我喝吧 凭什么给你喝呀 我又不是白喝 我喝着之后我请你吃饭 稀罕你那顿饭啊 请我吃饭啊 你有钱吗你 你没钱都没有 还请我吃饭你 我请我吃饭 敢还从你这口袋里钻出来 有钱有钱有钱 有钱有钱 你别后悔啊 程哲 这事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能辞职 这辞职现在两份工作都没了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不能怪你 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后悔 对了 没跟你爸说吗 我瞒着他呢 免得他知道了 跑过来跟你着急 心事问罪了 那倒不怕 反正泉水你记住 我永远会在你身边 不管多苦多难 告诉你啊 爸那个钱啊 明天就得给 我现在就是隔肉 我卖股票也来不及啊 那怎么办呀 你得想办法 我已经答应爸了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做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为了这个 跟爸都撒谎了 剩下的事只能交给你了 老婆 如果你跟我是一条心呢 办法还是有的 说 就一个字 拖掩时间 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主意 那能怎么办呢 多多的学费也没交 这所有的事都凑到一块了 老婆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想到医院去卖血了 对了 现在到医院卖血 能给多少钱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抓紧时间筹钱吧 老婆 你能支持我 我非常开心 你现在就让我慢肾我都愿意 行了 来 卫姐 来了 来了 卫姐 这包颜色挺漂亮 对呀 新买的 这包我喜欢吗 当然喜欢呀 我刚从法国带回来的 你要喜欢我让给你呀 八折 老大 你五折买给我我都买不起 那你开玩笑呢 还当真啊 来吧 今天可就是点吧 就随便跟你一说 你还真当真了 这儿的菜也不便宜啊 不过煮的这锅汤浪费了 那你少点呗 也行 那就把这锅汤啊 多喝光 一滴不许剩 喝 看什么看啊 喝汤 这 咱俩在一起吧 怎么又来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改还不幸福 啦 你说的 你什么不见了 别人 我现在还没撆过 但是我总是说 你什么都不是咱俩 不到 没有 我 所以你可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